Example 1 John参加了联校的歌唱比赛 总共有5个评判,5个judges 给了5个分数给他 现在要找一找这5个评判给的平均分 mean mark,代表是mean,不是average mean很简单 直接把5个评判的分数加完 120,150,140,120,130 加上它,除5 按一按计数机 找到mean 660,除5 等于 132分 这个就是mean mark mean mean 拍片了 假设现在有多个评判 给了John120分 即有6个评判,即5加1 找找John新的mean mark 新的mean 那我们怎样做是对的 很明显 新的mean 除了6个60 再加上新的120分 第6个评判 除了多少呢 除6 因为我们总共有6个评判 660,120,除6 按下数机 780,130分 留意这个新的mean new mean 就比旧的132 少了 低量分 平均分 的mean 为什么呢 因为第6个评判 给个分数120分 而120 是很明显 比旧的mean 是吧 结果只剩下了830分 11 19 19 20 19 19 感谢观看